从当红小生到人人喊打的渣男 文章跌落神坛只是因为周一见事件吗 2013年 文章在杭州为电视剧小爸爸做宣传时 在上台前突然之间想要吃家乡特色油泼面 于是跟导演说道 如果我没能吃上一口热乎的油泼面 那我就不录制了 眼看马上开录 导演只好安排大量工作人员出动 只为找来文章爱吃的油泼面 这一晚过后 圈内人士都记住文章这个习惯 以后只要找他录制节目 现场必然会摆上一道油泼面 想要伺候好文大明星可没那么简单 当时失恋33天剧组到陕西宣传时 众所斗志 陕西随处可见就是油泼面 可此时的文章不要油泼面 反而让工作人员去给他买咖啡 根据一位知情人爆料 文章并不是任何咖啡都行 只名只喝星巴克家的 不只是咖啡 就连水果也只是吃星巴克的水果拼盘 咖啡只喝星巴克的美式咖啡 准备的准备太充分 然后就现场发表 水果只吃星巴克的水果拼盘 不仅如此 还要让工作人员当着他的面线谋 面对这样的行为 作为圈内的毒蛇 金星直接在节目上炮轰这种行为 就要吃油泼面 而且一定要马上送到 马上吃到 搞不到还要发飙 结果这个名声传出去了 都知道这个明星爱吃油泼面 除此之外 金星还说到 当时文章参加一场活动 要到大厦的四楼 为了躲避粉丝 于是提出要走特殊通道 但工作人员说 想要避开粉丝只能爬楼梯 文章助理直接说道 爬楼梯可以 但你们必须在每一层楼梯间 都放一个椅子 爬累了要休息一下 最后金星魏子还调侃说道 爬个四层楼就要放置椅子 他珠穆朗玛风起不是要为他专门安装电梯了 很多采访过文章的记者 都曾抱怨过这样的事情 比如你告诉文章不能室内抽烟 他会直接把烟按在沙发上熄灭 原定半个小时的采访 他说十几分钟就会离场 为此 文章是因为他话少 也不是因为他表达不好 而是因为他难沟通 耍大牌 对于这样的行为 文章是这样回应的 我一直认为我就是个演员 但现在我发现 我还要学会做艺人 学怎么和媒体打交道 学会在拍戏以外每天挂着笑容 但大学老师只教我演戏 没教我做艺人 文章当红时期到底有多嚣张 人前他说做马伊丽背后的小男人 可私底下他的暴脾气 并不是一般人能扛住的 当年 文章收到快本的邀请 当时有一个游戏环节 一个成员挖开泡沫箱 另外一个成员从挖出的洞钻过去 刚开始杜海涛负责挖洞 求胜新界的文章看到杜海涛的速度 开始狂躁 不断催促 最后更是直接读过杜海涛口中的铲子 朝着泡沫箱就砸去 刚砸出一个小洞口 就要杜海涛从中钻过去 完全不考虑杜海涛庞大的身躯 眼看何炯队伍即将胜利 文章直接对着杜海涛的屁股猛踹 站在一旁的何炯看不下去 直接说道 诶小心他可能会窒息 确实 这样的动作是过于危险 紧接着 杜海涛便邀请文章也尝试一下 身材娇小的文章 也没法从这个小洞口钻过去 此时的杜海涛忍不住发牢骚 那么小的洞口真的没法钻 结果文章越发暴躁 你的意思就是我发的小了呗 随后 言语越发激烈 还用铲子敲打泡沫箱 大喊让杜海涛钻过去 这一举动直接将在场的人人吓得不轻 该节目播出后 网友纷纷表示 作为一个团队 就算输掉 每个成员都有责任 不应该把所有怒火都撒在同伴身上 其实这仅仅是文章不尊重人的冰山一角 看到粉丝在太阳下暴晒等候踏实 他直接说粉丝傻逼 闹餐 还有一次 文章在片场拍戏时 看到有路人拿着手机拍踏 二话不说 直接迈着六斤不认步伐朝路人走去 将手中的手机向路人砸去 文章不仅是在国内狂 到国外更是如此 当年文章到美国拍戏时 在没有经过老板的同意 就拿店里放置的吉他把玩起来 老板看到后对他骂骂咧咧 被骂的文章当即控制不住内心的愤怒 当场就想和老板开干 幸好被同行的工作人员拉住 才避免更为严重的事情发生 据说当时老板还跑到后厨拿枪之试图防卫 他是要以正当防卫的名义 要冲出来要扫我 多大的事 拿一把鸡蛋 你要拿枪吐吐我 文章和马依丽离婚三年 如今两人之间的生活可谓是天差地别 离婚后 马依丽摇身一变成为你强人 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 小时候 父亲经常教导她 女人必须要经济独立 不能靠男人 也因为这些教导 马依丽很明白一个道理 与其靠别人打伞 不如靠自己打伞 俗话说 靠姗姗会倒 靠人人会跑 靠人不如靠己 说的就是这样道理 经历过感情失败的女人 搞起事业来 真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 离开文章后 马依丽靠着电影找到你 提名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 和华顶奖最佳女主角奖 后来靠着旗袍美炭 斩获第二十九届华顶奖 中国近代现代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 在远方也被提名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奖 一次次的战绩 也让马依丽的演艺事业迎来一个高峰 稳居一线女星行列 在事业经营的风生水起的同时 马依丽还是个好妈妈 她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 女人即使独自带着孩子 也能过得很好 她曾在采访中说过 自己的两个女儿需要用不同的方式照顾 大女儿喜欢跟妈妈聊天 分享自己在学校的所见所闻 小女儿则是十分喜欢黏着她 每天睡前都要缠着妈妈讲故事 她只好先花半个小时 听女儿讲述自己的烦恼 并积极地给出自己的意见 之后再给小女儿生情定茂说故事 当两个女儿都入睡之后 马依丽才开始背剧本 即便两个女儿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 也拥有百分百的安全感 从不觉得自己缺少关爱 反观文章 离婚后的她尝试过付出演戏 可没有人愿意找她演戏 即便相继出演过血暴之虎啸军魂 测谎人两部作品 不是评分遭到滑铁炉 就是无法在影院上映 如今的她也只能转战幕后 当其导演 前不久 文章就发视频为电影《古魂助力》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 离婚三年的文章 已经愈发老态 没有当年的精气神 不少网友直呼 你不说你的名字我都认不出 还说她老太多了 像当初文章曾在镜头前 感激碰红自己的妻子 感恩自己所获得的一切 但她还是亲手毁掉了 自己甜蜜的婚姻和正直 巅峰的演绎事业 愿不得别人 只是她就由自取 大家对此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观看